大家一起來點燈 團結力量大 我們那骨頭祝救會以及所有的鄉親 大家是天天蠟燭 來到市民民頭前驚禮 年老一宜將�燭放在肚子 祝救會表示 這次的特別基盤一張記憶的活動 就是希望可以用理性的方式 來表達出在地基民的訴求 這次辦這個記憶案會 就是我們第三頂 市區兵我們那骨頭祝救會 它一定會有一些照應的影響 那它是屬於學區的一個地方 孩子多多少少一定會受到這樣的影響 所以以我是幼稚園的一個主任 以及家長的一個代表 我極力的反對不可以在這學區附近 蓋設這樣的一個設備 這頂為了地圈當我們發展的記憶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是紛紛前來做會的記憶 就連這個論議的阿桑 也特別前來詹詩 在年前的暗密 所有六月拜祭會 讓天佑第三的理性是看得更加明顯 南大冠議員康索哈也表示 有這麼多鄉親 站出來表達是不是 希望相關黨委 可以好好評估 現在縣政府已經也走到法律訴訟的這個問題 現在目前那個公文已經在我們的訴訟委員會那邊 所以希望說我們縣政府 里縣長這邊真的是要替地方的一些鄉親 來做一個著想 因為我覺得民眾的訴求絕對是正確的 只要有民眾反對的東西 我覺得你政府沒辦法來支持的 我相信是會做成一個很大的反彈 不是用既然的方式來控制 是他一場兵後的記憶活活動 來表達出訴求 希望相關黨委 可以聽到他們的心聲 不要讓人骨頭 去黨里縣 生活這麼年輕的社區裡面 記者綽好看 蔡宏報道